因被指为诬陷张子怡的幕后主谋,女星范冰冰起诉编剧毕成功及浅讯网 今天上午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开庭 被告毕成功在一审败诉后,上诉坚称自己的微博并没有影射范冰冰 一审法院认定,毕成功捏造事实,通过网络在微博中以影射的方式指认范冰冰实施了诬陷计划 并对范冰冰进行贬损,主观上具有过错 浅讯网在编写内幕一文时带有一定的倧向性和目的性 以引发独职兴趣为手段,主观上存在过错 一审判决两被告均存在主观过错,构成对范冰冰名语权的侵害 法院判决毕成功及浅讯网向范冰冰公开刊登致歉声明 分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和3万元 一审判决后,毕成功提出上诉,认为自己并未构成侵权 今天他陈述的理由与一审时相同 今天的听审双方都不同意和解 娱乐99整理报道